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打开手机和电脑 在YouTube频道搜寻新闻大白话 订阅分享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 介绍现场来宾慧汉兄弟 今天是陈辉文 黄辉文都来了 陈辉文啦 我们不能重录是吧 他就用他的小眼睛一直瞪着我 不好意思 那我要讲陈伟汉 好 黄伟汉 大家好 这样我们这样可以拉平 观众朋友我们把玩笑先收回来 必须要很严肃来面对这个课题 这个激进党的立法委员陈伯维 今天在立法院 可以说是抢进了版面 原因是他在咨询国防部部长邱国正的时候 坚持全程要使用台语 于是邱国正要求说 我要求传译来翻译 最后还出动了国防部次长李宗孝中将 来充当传译 于是出现了在中华民国的国会殿堂上 这一幕的怪奇现象 一起去看 我们对国防受关系 国防部了解多少 我跟委员先报告 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 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 会比较方便 如果委员坚持要这样 踩一踩 那我就按照规例 踩一想再讲 你刚才讲有的话我都听懂 但我刚才讲了 这是个工具 大家都有了共通的工具 拿出来就不很好吗 你不要反接顺我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没有跟我讨论过 不是啦 我是问你 我们台湾有在内容里面吗 没有 网上有说过 我说美国不敢说这件台湾 美国的国防受关法的条文里面 有说到台湾有几个地方 这这样反应这样有困难吗 我有说有台湾参加在内容吗 我目前看到是没有啊 那他讲的话 大家可以跟我认为我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立院的翻译人员吗 我认为台湾是一个桌上的国家 国家议员发电法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妈妈说的话叫做无意 无意就是国意 我也尊重大家不敢议员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勉强别人说话 过去配合到国防部 可能台语会听不懂 我用中文来翻译 今天我希望立法院有一个翻译 来这边 这样也不行 我跟你讲不行啊 他产业啊 来 我是给委员建议一下 还是这样子去画 工具大家都有 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工具呢 阿拔啦 我没有阿拔 你有搞阿拔啦 我没有阿拔 今天如果法国人站在这里 你会叫你去画中文吗 看清楚楚 今天如果法国人站在这里 你的家去画中文吗 我对每一院都很客气 我没有每一院都很客气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对我同学都很客气 我没什么阿拔过 你可以问我同学 我阿拔过没有 为什么我不了解 我们两个议员不同 我请翻译到底做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我做不对 什么事情 我 你没有做什么不对 我只建议你 你就没叫他说中文 为什么我在这里 你又要叫我说中文 是怎样你要教由我 有你听到叫我听不懂的呢 你明明听有呢 那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呢 所以我请翻 你又听不懂是他们都请 你刚才开始跟将士 你用什么态度在跟我说话 因为你想 要报 尊重我们会报 白龙基我们看新闻 看到他在AID在那边 尊重我们会报 尊重我们会报 才有没有 都有说 我们稍微听得到吧 是对我算报吗 我们都有事实的对外公布 是吗 但是这个新闻我没看到 没有出来说 哪有够备合日本红维性 从早到晚都不断的 一出来一架我就报 再出来一架又报 那你还当国防部长好了 看完这一幕 我不曉得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摇摇头 真的是叹气 再叹气 再叹气 刚才陈柏惟在这个职讯里头说 台湾是多元国家 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 母语就是国语 要尊重使用不同讲语言的人 但不能勉强别人讲话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台湾之子 她妈妈是谁 越南人 柬埔寨 缅甸 是不是要用越南语讲 我不知道 印尼还有印尼妈妈 要用印尼话讲 而且刚刚我们摄影大哥 告诉我一个讯息 我不知道的 陈柏惟的妈妈是江苏人 据说是这样子 她自己讲的 她都已经讲过了 刚刚主任讲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2019年9月4号 陈柏惟自己贴在她脸书的 有沒有 天下美女出书行 我妈很正 她的母亲 她的外公上海 我现在今天讲这个 大家知道我也会讲台语 我台中来的 可是今天你在国会的殿堂 我还是那句话 就说如果陈柏惟委员 他坚持要讲你南语 其实也没关系 但是他没有必要去 跟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一直在那边纠结 说你就听得懂吗 你干嘛还要找什么穿意 你就讲你的 他就讲他的 你用台语问 他用国语答 其实也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陈柏惟委员 你在地法院也不是第一天 为什么今天才突然这样子 你想证明什么 台湾光是原住民不止九族 现在已经到十几族 每个原住民都坚持自己 像高金树美委员 他到立法院一直讲原住民话 然后讲了半天以后 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 记者听不懂 然后议事人听不懂 然后再搞很多时间来翻译 国家的官方共通语言 大家就用同学语言就好了 没有人不让陈柏惟委员讲台语 你想要讲就讲 可是为什么邱国正 刚刚我们节目开录之前 我还在跟主持人谈这个话题 大家知道吗 邱国正部长 他曾经在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他自己录了一个影片 是因为那时候 那一个海军的黄妈妈 跑去找他的时候 他所讲到的 他说什么 他说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儿子那时候好像才念国中还多大 跑来问他说同学都在讲 好像两样打仗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爸爸 你说该怎么办 他就跟他儿子讲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同学 你身为军人的儿子 你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爸爸打胜仗回来 第二个你到战场去 把爸爸的遗体给找回来 讲到这里他自己哭出来 邱国正 那时候是陆军总司令 现在当到国防部部长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邱国正委员 他长期对于陈柏惟委委员的 邱柏惟委员部长 对于陈柏惟委委员 在国防委员会 他这个国防部长 你问我军事的东西 我好好回答你 可是你 你有一点点把 这个讲这样比较不好意思 陈柏惟委委员有一点点把 立法院的质询场当成秀场了 今天去讲那个 有没有 谁吃过猪肉上次来举手 邱国正马上讲说不要举 有没有 这些东西大家立地应在意义 怎么每次你到国防委员会去 你都不是问国防专业的问题 今天也是 有谁看得出来陈柏惟委员 在问什么国防专业问题 只看到他坚持要讲台语 然后跟邱国正部长吵架 你坚持要讲台语也没问题 你今天到联合国去 你今天如果是台湾 中华民国 后来你当上总统了 你去你讲台语 然后人家也要把它翻成英语 翻成各国语言 这个不是说不行 我刚刚已经讲了 陈柏惟你就讲你 坚持讲你的台语 讲完之后 邱国正部长听不懂 就问旁边的传译 然后他想用国语回答你 今天在国会殿堂 他想留下意识制度 是全国的2350万人 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在看的 让大家都能使用的语言 还有客家人 客家人也可以使用客家话 来咨询 来应答 也是可以 也是用英文 他刚刚讲外国 法国人那个完全不是理由 因为你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你讲说如果今天法国人来 你要有讲国语 当然不行 法国人来是表示你是外宾 我们就会翻译 我们就会安排 每个人去听同步翻译 你成为委员你不是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要不到一个月 就要罢免的时候 突然来这一招 显然他可能觉得拉高这个冲突 对他的那个罢免的选情 那也叫选情 就说被罢或不被罢 但我站在评论员的角度看 我觉得今天陈伯委员 做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效果 叫做拉高仇恨值 对他被罢免这个事情 对他是不利的 邱国正部长倒也没什么 他只是在那边浪费了一段 12分钟的咨询时间而已 没有必要对专业的部长 不管是国防部 卫福部 任何部会的首长 用这种方式去质询 会被拿来检视 那一个国会议员专部专业 不是只有出席次数而已 还有你的质询内容 到底是不是民众所喜欢的 今天陈伯委执行邱国正 这一段质询的画面 在网路上面的讨论度非常高 有这个网友说 其实最想罢免陈伯委的 应该是国防部长 大家真是啼笑皆非 还有人留言说 陈伯委应该拿起一把 国民党36的气魄 怎么碰到民进党的官员就说了 好不好 然后也有人说 难怪大家要罢免你 真的是没有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让大家看到了这一幕 还有人说 蔡英文不会讲台语 我们的蔡总统 其实台语跟前子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有人建议伯委说 你被罢免之后 可以去当蔡总统的台语顾问了 还有人留言说 讲得好像是全台湾 你最会讲台语一样 我中二选区的 下个月我会出来投票 送你回去 的确 其实这一段直询蛮长的 有将近十分钟 那陈伯委到最后 其实有一点被邱国正洗脸了 我刚刚一进来 我就问了这个 我们两位来宾说 为什么邱国正这一次不忍了呢 大家知道邱国正是一个军人 军人本色嘛 他觉得不高兴 可是他前面面对陈伯委的时候 他是有在忍耐的 我们来看看过去 陈伯委跟邱国正交锋的一个画面 中国好打还是美国好打 你觉得我好好打 蛤 你觉得我好好打 我觉得你不好打 其实香港挑食的习惯吗 我没有挑食 有的吃有不错的 在美国有吃过猪肉吗 身体有不适吗 我倒是吃过猪肉 身体有不适吗 委员到底要 希望得到怎么样的答案 你把答案跟我讲 好 这个慧文 所以为什么邱国正不忍了 其实陈伯委委员 也不是第一次在立法院玩这个梗 母语不是这样保护的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牵制我们要了解 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是非常热门的 但陈伯委他只有一席立委 民进党还离让给他 就是给他一个秀场 让他能够在国防外交这种 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议题去发挥 他一直在那边 从去年到现在 他一路都在国防委员会去作秀 苏贞昌的绰号叫苏科长 之前我也和你讲过苏贞昌的小故事 邱国正在部队的绰号叫邱班长 就当道的总司令人家叫他邱班长 所以也不必刻意去美化邱国正 这个其实就是你带兵的个性 你带人除了人家下面人会怎么 你是当到行政院长的 去处理科长的事情 当到上将总司令 还在处理那种班长 在处理的事情 所以你说邱国正忍不忍 我是觉得不是忍或不忍的问题 刚刚委安提到3Q的时间 是10月23要投票 我不知道陈伯伟是故意 因为这个是立法院开议的 他反而就可以 陈伯伟是很好证明自己 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问政 去凸显罢免 不正当的一个场所 结果他自己搞砸了 这就不能怪别人 这个陈伯伟今天讲说 他问邱国正说 为什么你要教育我 有些人要教育 其实这不是教育的问题 这是给你教育 不是给你教育 不是教育你的问题 是要给你教育 因为去年3月也在立法院 你看这个人是谁 大鹏部长 他现在 他专去退伍逢世宽 他问逢世宽 他问逢世宽什么 他说台语听不懂 这个陈伯伟 问不算台语听不懂 逢世宽说听不懂 陈伯伟说没问题 奇怪的 逢世宽听不懂没问题 为什么邱国正听得懂 就听不懂就有问题 他明显是双标 因为如同刚刚韦翰讲的 你根本这就不重要 他已经找了常务次长 在做传语做翻译了 其实根本不重要 如果你真的 因为前迟更早之前 以前也有民进党立委 他从头到尾讲台语 不管在总职群的委員会 他从头到尾也没问题 你到底要突然什么 我不太懂 陈伯伟问了什么 反正大家都忘了 其实他问的是这个 陈伯伟他就没什么内涵 他只好拿新闻来问说 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 我们台湾到底国防部 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 他是拿报纸在做咨询 这东西 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 都是骗人的 国防授权法 这是美国 他们依照财政年度是一年变一次 那从欧巴馬卸任之前的 签了2017到2021 其实签字我给他算到2020 因为2021还有几个月 他全部都是共估的 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 是这个Sense of Congress 就说他是一个国会意见而已 他这个跟我们立法院的主角 跟附带约的一样 他是没有约束力的 就是参中议员说 你台湾应该怎么样 可是美国的白宫国务院 或者国防部 他不一定要照做 所以不是邱国政 因为邱国政也有请 尝试回答他的问题 我必须说 前子 因为快要罢免投票了 陈柏惟如果继续向恶搞下去 让陈柏惟被罢免了 是他自己 我们自己看这个直询的画面 刚刚剪的是片段 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 陈柏惟自己在恶搞自己 拿砖头砸自己的脚 可是如果你完全看整段直询 到了最后 可能有一些人同情心会爆发 因为陈柏惟后来被问到 有点面红耳赤 就是被围剿到 有点面红耳赤 邱国政毕竟僵是老的辣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 尾翰 因为你知道台中中二选区那边 的确有非常多 怎么讲 婆婆妈妈也好 长辈们 阿姨们 会不会觉得说台湾小孩 叫人这样 这样子围攻到这种程度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一个反击降法 有没有可能 人在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旁边有浮沫 我就把他抓着了 其实你不要以为陈柏惟 现在目前云淡风轻 他应该感受到罢免案的压力 很可能会被罢免通过 还不知道 只剩最后不到一个月 所以他要凸显的是 他长久以来 他为什么上次可以在台中二选区 赢过盐宽衡5000票 11万2对10万7 是因为抗中 抗中抗到现在 他变成抗中文了你知道吗 抗中文 就是我抗中之外 我连抗中文不讲中文 都变得是 选民会支持我的 你有没有搞错方向 刚会洋哥已经讲了 你就讲你台语 你全程12分钟 因为国防委员会的 就是怎么讲 就是本科委员 他可以10加2 其他的委员会来的 没有那么长 你讲满12分钟 你的台语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一直去突对方说 你为什么不讲 你又不是听不懂 你又怎么要找传译 你干嘛 没有意义 所以你今天重点在于说 你抗中 现在找不到抗中的点 那你就抗中文 连中文都不讲了 那你程伯伟委员 从进入立法院到现在 你都没有讲中文 如果你是从没有讲过中文的 那你今天在讲的时候 大家讲说你干嘛今天讲台语 反而是我们奇怪 你平常都不讲中文的 你就是总是讲台语 我们今天在那边检讨 程伯伟为什么讲台语 你要讲台语OK 你没有必要去强迫别人讲 有没有可能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他是要激起那种 就是大家同情他 我被霸凌了 你看看我抗中保台第一名 就我被霸凌了 这样子的 抗中保台没问题 陈子 你的意思我懂 就从弄到后来变成说 我好像是一个被霸凌的对象 错了 因为你抗中 你今天去人民大会堂 你去找习近平说 我跟你谈一下 我们台湾不要有飞弹 OK 这叫抗中 你今天在抗中文 你今天是在跟国防部部长 那国防部部长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放那几段 还不止那几段 国防部部长可能看到你 我已经头痛了 我遇到你每一次来 你都不问我国防的问题 你都跟我 明明是国防议题 环台北洋军演 你就好好问 你在那边跟我叮那些台语 要不要讲 然后你跟我讲猪肉 大家是不是吃过了 吃完也不舒服吗 你这个连结会不会太长了 有去美国受训的军官 他们在美国期间吃过猪肉 如果没问题 就代表萊豬是安全的 你怎么做连结 我每次遇到你 我就头痛了 你这个委员 污人都是天马行空的 所以邱國正也就不忍了 他有七分钟 不會跟报名有关 民进黨已经要去救3Q了 林喜耀講 我想蔡總統的时间 我想讲十月初 等蔡總統下令 去全黨去救3Q的人 所以3Q不要急 民进黨會去救你的 真的嗎 就跟他救黄姐一樣 我认为民进黨會去救 然後國民黨 也是要全力去攻 朱立委員要去攻 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是把3Q 在立法院所有250的 諮詢都整理出來 證明說我們不是因為 意識形態要罷免他 而是他立法院的表現不好 你看這個敗選第一天 江啟臣回台中 你看 他就是眼眶狠 江啟臣第一天就衝下去台中 前子其實他是黑派 江啟臣是紅派 他們其實是不同派系的 可是他第一天就去 這個是鄭兆新 他們就立刻去站街頭了 可是朱立倫在幹嘛 朱立倫在卸票 朱立倫 如果你第一天也去台中3Q的話 我要幫你按讚 結果你當選了兩天 你都在卸票 你這個是不如江啟臣 不過他今天朱立倫有改口了 他說他會接下 行動 行動 然後去承下 承擔下這一陣子 人家江啟臣去 他說輸了 江啟臣第一時間就總辭了 然後人家就去站街頭 那個高下是立判了 所以看起來10月13號 這一場罷免案 有可能會變成 態勢升高到藍綠對決嗎 對 8 10 10 感谢观看